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 现如今环境污染也是越来越严重 到处都是垃圾 特别是塑料垃圾 非常的不好降解 给生态环境造成威胁 海洋中也是如此 有专家在水下发现扭度的塑料袋 凑近一看场面太刺激 原来这是一种叫做吞蛮的生物 吞蛮又叫做宽燕鱼 是比较罕见的深海鱼类 长得那叫一个有特色 身体有点像是一个锄头 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张大嘴 吞蛮没有可以活动的上河 而自身的巨大的下河 松松垮垮的连在口部 到那张大嘴后 可以很轻松的吞下比自身还大的动物 像是一个快炸开的气球 也有点像水中扭动的塑料袋 嘴巴随意的变化 让人惊叹 外部也能够任意伸缩 个头不大 身体却十分有弹性 所以装下自己的猎物 看起来整体贬长 可达到一米左右 同许多深海鱼一样 它们也在尾巴肩上 有的发光器 可以发出红光 科学家认为 这也是把尾巴当诱饵 引诱猎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